欢迎收看评讯额论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萤幕右下方有一个图示 按下去就可以订阅了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下的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 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44天 昨天节目里面我们有讲到 就是联合国大会正在开会 然后要讨论把俄罗斯逐出 这个人权理事会这个提议 那这个提案后来经过投票 以93票赞成 24票反对 58票弃权的结果 通过了 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职权 也就是说将俄罗斯给停权了 不过呢 这个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副大使 库兹敏 他在表决结束之后 他形容说 这个帮我们停权这个事情是不合理 而且有政治动机 所以呢 他就宣布俄罗斯全面退出 人权理事会 也就是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们做了一个决议 我要决定把你俄罗斯给停权 那俄罗斯真的是不开心 说好你要停权我 我不需要你停权 我自己退出 你是被我甩掉的 就是这种意气之争 不过我个人认为 把俄罗斯给逐出这个人权理事会 象征意义还是大于实之意义 因为在这之后 人权理事会要如何对俄罗斯 在这个包括布查 包括伯罗姜卡的这一些 残杀平民的这一些举动 有任何具体的制裁 或者是说可以发挥什么真正的效用 我想后来还是要看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结果 才比较知道说到底会怎么样 那目前也有消息指出 已经有八个国家开始在认真调查 这一些屠杀平民的案件 那忠心希望可以很快就会有结果 然后给这些死伤者 这些被残杀的平民 给他们一个公道 那今天也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 今天可能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他在接受天空新闻网 英国的这个Sky News的访问的时候 他坦承 俄罗斯在乌克兰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他的原话是这样 他说我均有重大的损失 这对我们来说是场巨大的悲剧 而且他还说希望可以尽快的结束 这场军事行动 那很多人看到这句话说 希望很快结束这个军事行动 是不是俄罗斯要示弱 其实没有 因为你看他下一句说什么 他说军方会尽力结束这次的军事行动 希望在可见的将来达成目标 或是透过俄乌双方的谈判来实现 我个人会把重点画在这个军方 要尽力结束这个军事行动 在可见的未来达成目标 什么叫可见的未来 就是我们昨天节目也讲了 5月9号可以在胜利日宣布胜利 那如何宣布胜利 就是他们现在尽全力攻打的乌东地区 顿巴斯地区 其实我觉得这个佩斯科夫这一句话 可能隐含了一个意涵 就是说俄国的军方会尽快的 而且是尽全力的攻打顿巴斯地区 把这个顿巴斯地区打下来 他们就可以达到了他们的目标 结束这一场军事行动 因为他们就有一个台阶下说 你看我胜利了 我就可以在5月9号 普丁宣誓的这个日子里面 说我胜利了 我达成了我的军事行动的目标 所以真的 有时候他们这种独裁国家 集权国家的人说的话 真的是要再三琢磨 才能知道他们真正的心理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佩斯科夫也是在同一个访问里面 他说 我们俄军退出基辅 是对乌克兰的善意 这个真的是很会找台阶下 我们都知道他们退出基辅 是因为他们在 基辅遭受到很严重的反抗 很激烈的反抗 他们根本打不下来啊 军损已经超过不知道多少了 不得已只好撤军 讲的好像是我是为了你们好 我是给你们一点善意 所以我退出 我撤军给你们和平 没有 你是因为打不下来 丢脸死了 只好赶快回头 赶快撤军 然后它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今天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 俄罗斯他发了两枚的火箭 去攻击哪里 攻击乌东的城市 一个叫做克拉莫托斯克车站 这个车站是干嘛的 是用来撤离平民的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们对人民这样子屠杀 到这个时候 他还是在攻击平民 然后根据这个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 他们表示 他们统计 因为这两个火箭 在攻打这个铁路的关系 已经造成了 目前知道是超过30个人死亡 然后超过100个人受伤 所以你看他们有要认真说 要示弱吗 他们有要说 我要赶快和平停火吗 没有 佩斯科夫就说 军方会尽力结束这场军事行动 在可预见的将来 所以他现在尽全力攻打乌东 平民也在 我管你的 反正我在布查 我在波罗姜卡已经屠杀多少平民了 我没再差这几个人 所以我知道你的铁路在撤平民 我就攻打铁路 是不是很糟糕 而且不仅如此 他们今天也轰炸了 包括哈尔科夫 包括赫尔松 包括聂伯和在内的总共有四个油田 所以他们还是在努力的攻打当中 并没有收手 从佩斯科夫的谈话来看 我们也可以知道 而且根据各国的情资 真的就是乌冬地区 顿巴斯地区 最近就会开始有一场大决战 大规模的 俄军发动的大规模的血战 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消息也很劲爆 美国真的不言了 因为他们今天承认 他们有提供情资给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在乌东 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在参加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在里面作证的时候 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科顿就问他 美国是否有提供情资 帮助乌克兰在顿巴斯或克里米亚地区 来攻击俄罗斯的军队 奥斯丁他承认 他说我们再提供情资 来帮助乌克兰在顿巴斯 执行他们的军事行动 他虽然没有提到克里米亚 但是他说美国也没有阻止 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高阶的国防官员 向CNN表示 部分提供给乌克兰的情资 是近乎及时的 然后他还说 我们持续提供实用的资讯和情资 给战斗中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那随着战事逐渐移往顿巴斯区域 他们也会根据需求来调整内容 跟如何提供的方法 我觉得有一句话还蛮有趣的 他说随着战事逐渐移往顿巴斯区域 然后前面一个又说 持续提供实用的资讯和情资 所以我觉得 虽然国防部长奥斯丁他只承认 顿巴斯地区我们提供情资 给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活动 但是其实美国是一直有在提供 不是只有顿巴斯地区 从高阶官员的访问之中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直有提供的 只是说现在因为乌北被乌克兰完全收复了 俄罗斯已经完全转向了乌南跟乌东 所以他们现在提供情资的重点就摆在这个地方 这句话就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 如东平所讲的 这个真的是美国设的一个局 这个美国拜登在国情资文说 俄罗斯误判情势 进入了尼误 然后普丁不知道他会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战争 他们已经把战场都设好了 然后我虽然没有射进飞区 但是你们俄罗斯就是拿不下空 为什么 因为我的侦察机 我的卫星都已经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无人机在上面飞来飞去 都已经知道你们的人在哪里了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近乎及时的情资 可以提供给乌克兰 不是这样吗 再加上之前 我前两集之前的节目也有讲 日本媒体也已经踢爆了 说英国跟美国的特种部队 早就已经在乌克兰了 在战争开打之前就已经在里面了 他平时装成平民 然后等到说我国际志愿军 要来开战的时候 就开始穿上了国际志愿军的军服 就去打仗 就是这样 所以根据真的是这个战争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不能说的秘密 所以这一连串我们才会看到这么多的鬼故事 怎么会是俄罗斯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 他竟然打不过乌克兰 应该说打不下 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军事目标 然后只好一直节节败退 现在只能去 尽全力去攻打乌东 希望可以拿下一点业绩 在5月9号来宣布胜利 真的就是非常清楚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过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密立 他也在同一场的听证会上有作证 他说了一些话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来推敲 他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六周以后 整体战事的走向仍然不明确 他还表示对乌克兰来说 必须是一个自由且独立的国家 而且其公认的领土完好无缺 才算是赢得这场战争 他也表示乌克兰在东南部 以及顿巴斯地区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俄罗斯打算在这个地方集结军队 然后强力的来攻打 所以他认为这场战事不会在短期间内结束 他说几年不敢讲 但是几个月是一定会有的 之前北约秘书长以及美国总统拜登也都表示 这场战争不会这么快结束 他们可能会走向消耗战 这个也就呼应了米利所讲的 他也认为战事不会这么快结束 但是神会打多久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 他们有做这样的预估 所以各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真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了 根据西安的报道 奥斯丁与米利都同时表示说 国防部会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 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而且他们美国的安全援助 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快 然后意思意思就是说 他们提供的这些武器 已经很快就已经运到乌克兰了 提供乌克兰让他们可以及时的去对抗俄罗斯 根据拜登政府最新的统计 美国现在援助乌克兰已经达到了17亿美元 其中包括超过12000套的反装甲系统 1400套的防空系统 还有数百架号称神风赶死队的弹簧刀无人机 那这些军员以及这些奥员都已经陆陆续续在进入乌克兰之中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表示 他们会额外拨款5亿欧元 以提供乌克兰武器对抗入侵的俄罗斯军队 所以大家其实都有预估到了 俄罗斯现在就是要在乌东 这个顿巴斯地区展开一场持久的血战 因为这个什么时候结束没人知道 大家都觉得会走向消耗战 所以各国的援助都加大力道 然后增高这个金额 然后赶快迅速的把这些武器都运送过去 另外我还想顺便再提一下这个米利 他在参加这个听证会 提到有关于2023财政年度 国防预算听证会的时候 他也做了一个宣誓 有议员就问他说 你要如何威吓中国 确保中国不会对台动物 他表示说对台湾最好的防御 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做 然后他还说台湾是一个防御性的岛屿 我们只要协助台湾人 更好地捍卫他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中国要打台湾 他是要渡海的 他要经过台湾海峡 登陆之后还要在这些城市 进行巷战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打 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米利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 中国如果想要攻打台湾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 而且难以实现的行动 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这一点也是符合 我们之前一直讲的 蔡英文总统他之前在讲到 这个阿富汗变天的时候 他说依赖保护不是选项 台湾人做的就是要壮大自己 我们能做的就是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 强化我们的对抗意识 这一次的乌克兰就示范给我们看 对不对 他跟俄罗斯比起来 他的军力真的是比不上俄罗斯 可是他们全国上下一心 奋力抵抗 到现在第44天了 俄罗斯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的军事的成果 达到现在 又有一点想要下台阶 又下不来 只好硬撑在那里 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台湾真的要向乌克兰学习这样子的精神 就是自己国家自己救 强化我们自己的国防 强化我们自己的信心 当你撑在那里 当你表现给世界看说 我没有放弃的时候 自然国际的奥援就来了 你看现在多少国家在支援乌克兰 不只是武器 不只是物资 不只是金钱 还有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就是方方面面 国际都在帮忙乌克兰 台湾也要做到这一点 然后前两天4月6号 把台湾国防部也发表了 美国又同意一项军售9500万美元 其中还包括爱国者飞弹 这个防御系统的技术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防空系统防飞弹 这个真的是防守的第一步 防御的第一步 因为现在的战争 第一波打的都是导弹 导弹先过来 把你的重要设施打掉之后 才会有这个登陆 或者是坦克大军进来 所以防空空忧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能够拿到 爱国者飞弹的技术 我觉得对我们国防来讲 真的是进一步的补强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 真的是非常开心 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 达到我们的自我防卫 让中共知道 他们如果要攻打台湾 代价会非常非常大 当他知道代价大到 他可能付不起 或者是会对他的政权 有所威胁的时候 他自然就不敢打了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好 最后来讲一下 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昨天讲到他可能礼拜天会来 造访台湾 不过今天有消息指出 他确诊了COVID-19 所以这个原本要去访问日本 跟访问台湾这样子的行程 都已经延后了 他不是不来 是先延后了 那根据了解 他已经打了三剂疫苗 那目前是没有症状 期待他早日康复 希望可以早一点在台湾见到他 好 今天就继续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看起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加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 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那我会在这里放一些推荐的影片 影片说明栏也会有一些推荐影片 欢迎各位点阅收看 谢谢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